在八卦和路過留一個社員人中 第三國中校長 背叛到11位古代大學的學生 一條二部車 在第三市區遊街 雖然學生都看起來不太美 不過這世界真的跟大家拍照好 雖然也很安排幾乎和同的去民間表達學位 其中等到國中母校 學生也依然問得心 向國中道書非常感謝才會回收 就有一種以前那個科局 考上那個榜首的那幾個考上 回鄉去慶祝的時候那種感覺 雖然我們大家都是竹山人 可是回到我們以前曾經 努力過的那個母校 就感覺心裡都很感動 其實現在心起來蠻緊張的 因為就是從來 學校從來沒有這樣做過 所以就會覺得說 也是蠻大陣仗的 就會覺得竹山應該是一個 從此之後就是會有一個蠻好的地方 第三國中 總經歷真摔到神聖已經出了很好的神職 參與感恩由多十一位學生 每一位都順利考到多大學 也拍拍學校過期的紀錄 就是能夠感恩 感恩這個我們兩座這個神 廟宇嘛 所以我們是感 今天特別定位叫做 感恩謝士之旅 就是這個意思 讓同學有感恩的心 然後也能夠想到過去 老師的這個恩德 真的也餘有榮焉 在這裡也祝福 所有的這些學弟學妹們 其他的這些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的這些會考 也都能夠順利的金榜提名 剛才智隆國中部校 已經安排幾乎多年去民間 以後現在也認同第三次庫 讓鄉親呼籠他們的發揮 最後也來提供中學金的智隆 只要你下午時 我們家庭一定會比較平衡 要清寒的 再來就是平衆的好一點 我不是這三行 所以裡面很多人都 都拿到我們吃的金 都鼓勵鼓勵鼓勵 鼓勵鼓勵 每年提供100萬的獎金 讓優秀和清寒的學生 去民間是常常協助 辦理這空去給我 他們家好好好生日 也特別安排鄉親民 跟管理議員會 表達懾議 記者王祖祖 藏寶都